我們先來介紹一下鎮賀400相關的問題 第一個就是說這台車有引擎煞車 引擎煞車在我們行駛在山路上引擎煞車在下坡的時候 你只要油門放掉它會有一個緩衝力道 用引擎的軟體把你拉慢 你吹油門才會走 我們油門吹才會走 但是現在就是說很多客人在遇到一個問題上面 就是說在平路上的時候它會騎得非常不習慣 因為我們常騎油門就吹 然後停等紅綠燈的時候我們就完全放掉 吹一吹完全放掉 然後在這放的過程中 你放掉的過程中它引擎 它引擎發現你沒吹油門的時候 它引擎煞車的力道就會介入 尤其是20公里以下的速度的時候 它那個介入的狀況非常明顯 那有些人有附傾人座椅的 有些人那個傾人座椅之所以傾人座椅就是 你會記住 你聽的人那個傾人座椅是要在你 在田間使用多一個副座位 可以讓你好好的 那個就是說剛剛好一個方便的位置 讓你在田間作業的時候有一個副位置 但是不是在你路上行走的時候做的 因為那個有危險性 那建議 建議 那在20公里以內的狀況之下 我跟大家講怎麼騎得順 譬如說我們20公里以內 我們就油門慢慢放掉 慢慢手回回來 你不要像騎摩托車的方式就回回來 就直接完全放掉 你這樣騎的話會整個 會有向前俯衝的力道 會騙著 那我們如果就跟客人講說 如果你時速在20公里以內 在時速20公里的時候 你油門不要輕易的完全放掉 你就慢慢回回來 那個俯衝的力道就不會那麼大 你慢慢騎就習慣了 那慢慢回油門慢慢回油門 那其實不會難啦 也不會造成障礙 但是稍微就是說 如果剛開始騎的時候請自己一個人騎 有勤人座椅的話 那你先不要載人 你先習慣一下它的吹油門的力道 那個吹油門瞬間加速跟回油門 因為這個馬力比較大 所以你可能要稍微適應一下 它油門的力道 不然會有危險性 那跟大家講一下 你吹油門20公里 你20公里以內請不要 請不要瞬間放油門 要慢慢回回來 這個關於 關於這個 油門引擎煞車的問題